掌者收股息 今天是7月1日放假 挺幸運的 早上起床檢查一下電郵 發現美國股息稅退回 今年比較早 往年是8月份才回來 他很清楚 總數收到3,933美元 這間股票行為中銀國際 他也很服務 特別是這一方面 只要你開戶口的時候 就清清楚寫明自己的身份 你要說自己是中國人 他就會懂得跟你怎樣去每一年 去美國那裏 跟你claim那些 你抽了的叫做漁購股息稅 美國每派一元利息給你 就收你30% 收你三毛錢的 他就很好 每一筆數 每一筆數 refund了多少錢 這一筆利息 就給你96元 這一筆利息 就給你120元 列到很清清楚楚 到每一年 你就一次有個禮物 就是收回今年 都收回三萬元 計算起來 我每年在美股那裏收息 都是大約每個月 一千元美金左右 差不多 因為這些過程 未必 有些人想投資美股 也未必有切身的體驗 這是事實的 即是如果你做好這些手續 如果股票行好的 他就會幫你 claim那些稅回來 好了 我昨天做了些什麼呢 前天就官出這個公行 昨天吃下午 吃下午的時候 我就做了些事情 我記得5月23日 我有一條片 就是講換馬 當時我的換馬 就是這條是當日的片 截圖回來的 當時我的目標 就是買出跌得少的中移動 是用52.9元 買出了5000元 就買回 剛剛夠錢 就買回三萬股 這個267元回來的 之後267元就升得不錯 好了 我之後又買回去 又跌回來了 這些操作 每次都有收益 我昨天看見 中移動的價位 我都覺得應該 補回去 補回去也不會有很大的虧張 我就買入 買入5000股 用價位是49元 我看它在這裏 除淨了之後 往下跌倒了 現在就在這個 RSI 在30度 碰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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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管了 這隻股 我都想長期擁有更多的 我就買入了 我女兒跟我喝茶 她抱怨我爸爸 她說自己的資金都不夠 哪有得 好像你這樣 又買出這隻 又買入那隻 哪有得 哪有得 她很多同學 很多朋友都 不是這樣的 她說 有一些資金都不知怎樣搞 那我就說 好了 這次7月1日 我當作其中有2000股 我就叫做 撥入一個 10萬元起家倉 試試這個 2022年7月1日 10萬元起家 我說明是炒出炒入用的 就是 看到有機會 就是opportunity fund 有機會就炒出 有機會就買入 做回我一向純熟的事 希望一年之後 有來 暫時准許她去剪輸 但是虧了一本 就要補了 就是我不能補 你百分之百一定可以的 但是 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 來顯示一下給你聽 有沒有可能 是慢慢拿著少少錢 可以起家的 這樣的意思 其實我2015年 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我每人都給他25萬元開倉 兒子又什麼都不做 躺平 那女兒就去實踐 遇到那些大時代 遇到很多風蕩 跌跌跌跌跌跌跌 那些感覺到 炒股都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他才提出 一些小小錢 怎麼可以起家呢 那我就做一個實驗 真的拿2萬元中 我已經遇到差不多10萬元 就是在2022年7月1日起家 我希望日後 就有這麼多利錢 我可以今天分享到這裏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假期 好幾個 好幾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